我们之前拍过一期节目 讲到可能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的中国车 而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已经确定来到马来西亚的中国品牌 第一个要讲的就是 BYD BRD 为什么讲它会来马来西亚市场呢? 因为实际上它们已经在我国的招聘网站上面 开始了大举招人 而且成立了马来西亚的分公司 所以基本肯定 BRD 将会成为下一个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的中国车品牌 首先要讲的是 BYD 的背景 其实 BYD 本身一开始就不是在做电动车的 它们也不是做汽车的 它们只是做电池而已 如果你有早期的电话 例如说Nokia 的那种功能机的话 你打开它后面的电池看一看 你会发现可能这个电池的供应商是 BYD 所以 BYD 本身在这个电池技术上面就有一定的积累 因此也对它们之后进军这个混合动力车款 甚至是电动车的这个市场呢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而因为我们都知道因为某一些原因的关系 所以导致这个国际油价大涨 所以在这几个月 中国市场就很多人转而去选购这个 这个纯电车或者是混合动力的车款 也因为这样 BYD 在这几个月的销量 完全是井喷式的增长 在上个月也就是7月呢 它们卖出了超过16万辆的新车 这个成绩是中国品牌的第一名 非常非常的恐怖 而在中国市场比亚迪产品的分类呢 也分成了两个系列 一个是王朝系列 另外一个就是海洋系列 王朝系列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唐啊 宋啊 汉啊 等等的车款 至于海洋系列呢 则是刚刚在泰国发布的 海豚跟海豹两款车 而且这些车款全部都很有竞争力 而且我们基本上肯定 未来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车款呢 是这个海洋系列居多 也就是海豹跟海豚 讲完了成平线之后 我们就讲它的技术背景 目前 BYD 是中国的汽车品牌中 少数可以自研电池 跟少数自研电动机的厂商 目前它们的电池跟电机 基本上是接近100%自己供应给自己 所以它们并不会受到这个外部的影响 这个也是为什么在这个芯片短缺的因素下 比亚迪的销量还可以有着爆发式增长的主要原因 另外一点我们要讲到的就是它的电池 比亚迪开发了一种新型的电池 它们称作为刀片电池 这个电池为什么叫刀片 你可以看到它是薄薄的一片 而且比亚迪的官方宣称 它解决了电动车的最大隐患 也是说发生车祸的时候 这个刀片电池并不会因为挤压而起火 大大降低了电动车发生意外之后的危险性 而这个刀片电池有多优秀 除了比亚迪自己会使用这个刀片电池之外 它们还有跟一些中国的品牌 甚至是国外的品牌恰谈 作为它们的供应商 有消息指出 在德国柏林超级工厂头产的Tesla车款 将会采用比亚迪的刀片电池 不过截至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官方的消息 所以我们就静待未来 我们会不会看到采用比亚迪电池的Tesla出现 除了这个纯电动车款之外 比亚迪在混合动力车款的技术上面也是非常的先进 目前它们这个王朝系列也有不少的车款 采用它们新的混合动力系统 有些更是宣称它的续航里程可以超过1000公里 不过根据我们目前得到的消息 所以未来比亚迪进军东南亚 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跟泰国市场的车款 都是纯电动车款 并不会引进这个混合动力车款 这个也是中国市场的主要目标之一 因为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车其实并不多 所以中国车如果抢先在其他的品牌 进入东南亚的电动车市场的话 它们将可以取得先机 而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比亚迪未来会在马来西亚市场 引进这个无线充电机座 也就是说你的车子停在这个机座上面 就可以充电不需要连接Waya 这个功能是不是很酷炫? 不过目前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 这个功能实际上还是供应巴士居多 至于这个乘用车 也就是我们说的Sedan或者Hatchback 会不会采用这套系统 就暂时不得而知了 最后要讲到的就是 目前这个海豹跟海豚 已经在中国市场上市 而且价格方面也非常的有竞争力 基于目前马来西亚政府 给予这个电动车免税政策 所以相信未来比亚迪的车款 引进马来西亚市场之后呢 这个价格应该会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 你可能还会怀疑 比亚迪作为一个中国品牌 可信度高不高 在这边再补充一个小知识 著名的股神巴菲特 其实也是比亚迪的股东之一 股神都那么看好比亚迪的 你觉得比亚迪会差吗? 我相信其实是不会的 只是未来比亚迪来到马来西亚市场之后 会有怎样的策略 我们暂时还不知道 但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品牌会来 而且这个品牌还在请人哦 你有没有兴趣帮比亚迪工作 那么你可以去应征一下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 汽车咖啡馆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